接下来我们要教每一种不同的力量的作用 然后你就开始把它背下来就对 第一个叫做流水 就是河流 流水第一句话 流水是改变地表形态的最主要作用力 流水是侵蚀的阻力 全世界的力量加起来 侵蚀的最主要力量就是流水 因为流水有很多的流域 因此它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切 那影响流水侵蚀的能力是什么 流速 流速越快侵蚀能力越强 流速越慢侵蚀能力越差 这很正常啊 你知道那个加油站辐射的洗车场 它就先拿个水柱跟你的车子 把那沙子都冲干净 那个水柱怎么样 强力水柱 真的很值得 它会不会拿个圈圈细游去冲 冲完全也冲不走 所以要流速快 那谁会影响流速呢 波度 流量 摩擦力 旧课本有教的 那也是平常识就会晓得 平常识就知道 波度走 流速快 流量大 流速快 摩擦力大了 流速慢 很正常 看就会晓得 流水的侵蚀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向下侵蚀往下挖 大部分主要发生在河川的上游 山坡地的时候 这个作用比较明显 更加明显 就往下挖 因为往下挖 就会使它越来越深 所以它有加深的作用 所以在河川的上游 比较多度走的地方 它有比较强烈的向下侵蚀的现象 它会造成一个景观叫做V型峡谷 你有看到一个V了吗 V型峡谷 好 另外你知道说侧向侵蚀 向旁边挖 往旁边挖 左右往往往往往旁边挖 往旁边挖 侧向侵蚀 它就会使得河流越来越怎样 宽 越来越宽 这有加宽的作用 刚才的向下侵蚀是有加深的作用 加深的作用 這個有所謂的加寬的作用 側向輕蝕 另外一個叫做向緣輕蝕 向緣頭輕蝕 你很難理解為什麼向緣頭會輕蝕 所以我就舉了這個例子叫做復復後退 復復後退 後來很開心的心中暗爽30秒 因為那一年學測就考了這一題 那一年學測就考了這一題 就是向 他就畫了 就是我現在講的事情 來 復復後退 這個復復 這個復復 衝衝衝 衝掉衝掉衝掉 然後這裡來 向緣輕蝕 所以復復後退 復復後退是向緣輕蝕的一個例子 內語前兩年學測考一輩 就畫的 原來是這樣 後來變這樣 後來變這樣 復復後退是 輕蝕 向緣輕蝕 這樣 OK 所以心中暗爽30秒 因為考試考 復復後退 它會有加長的作用 會使得河流越來越長 所以河水的輕蝕有三種 向下輕蝕 側向輕蝕 跟向緣輕蝕 向下輕蝕會造成V型 可以嗎 那流水的搬運 看看就好 上面有顏色的字是 舊客們寫的 溶解懸浮混動 那我寫的比較囉嗦 溶解懸浮麻麻麻 真的是欺騙社會 一大小這個差別而已 東西要把 流水要把東西帶走 一可溶就怎麼辦 可溶就溶解代舊 不可溶對不對 如果很小顆 就飄在水裡面 叫做懸浮 裡面李華老師在教容易的時候 有沒有教懸浮容易 沒有嗎 學問飄在水裡面 叫小顆很細小 飄在水要懸浮 大顆一點 但是飄不起來的 在水裡面 抖撐抖撐抖撐的那種 就叫做跳動 更大一點 跳不起來 就咕嚕咕嚕咕嚕的走 就叫做滾動 更大一點 連滾滾滾滾的就 咧咧咧咧咧咧 叫做滑動 這樣就只是大小這個差別 就不是欺騙社會 大小就是辦法 不一樣而已 然後呢 我寫的比較囉嗦 有跳動 有滾動 有滑動 合稱叫少動 最後就寫 溶解懸浮跟滾動 把東西帶走 通常呢 把東西帶走 搬運是沒有景觀的 但是 流水的搬運有景觀 流水的搬運有景觀 山上剛搬來的酒桃 通常都有人有腳 有人有腳 所以呢 但是經過流水長期搬運的滾摩的結果 會形成一個表面光滑圓熱系統 叫做鵝卵石 經常在鵝川的下鵝黃線 康宣繁系中下鵝不重要 重要是要經過長期搬運的滾摩的解釋 早前的時候 何老師跟我講 鵝卵石 叫做鵝卵石的原因是它長得像鵝蛋 我怎麼看它都不像鵝卵 比如說圓圓圓像鵝包蛋 不是形狀像鵝蛋 是表面光滑圓圓像鵝蛋 所以叫做鵝卵 那為什麼叫鵝卵 我不知道 一個原因可能是這個大小 就是鵝蛋 一個原因可能是它好聽 肌卵石 鵝卵石 聽起來有點難聽 鵝卵石 好聽 鵝卵石 好 重點 重點 誰造成的 流水 什麼作用造成的 繁運 要流水的長期搬運滾磨 什麼結果 表面光滑圓圓像鵝蛋 當你發現 鵝卵石的下游或者說中下游 重點叫做要長期搬運滾磨 所以流水的搬運會造成 這個結果 鵝卵石 在核圓的下游 流水的沉積 有到出海溝的地方 到平緩的地方就開始沉積 然後就會有個驅流 欸 來 停車戰界問 考試有考過 考試有考過 喂 這個地方 我們假設流水是這樣子流 那麼這個地方叫做右岸 這個地方叫做左岸 好 假設這樣子 順著流的方向右邊 停車戰界問 哪一邊 容易輕蝕 哪一邊容易沉積 剛才那兩位站起來 9號跟31號起立 右跟左 哪一邊容易輕蝕哪一邊容易沉積 左邊輕蝕右邊沉積 左邊輕蝕右邊沉積 請坐 你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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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輕蝕右邊沉積 右邊輕蝕左邊沉積 你要跟他相反 反正像後來兩個知道一個對嘛對不對 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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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過來 右邊走大彎 對不對 要走比較長 這樣繞過來速度要比較怎樣 右邊要走大彎 所以速度要比較怎樣 哇 速度快成績還輕蝕 輕蝕 左邊比較慢 就怎樣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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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比 九十年的第一次學生就跑到這裡 所以 他奧貴了 右邊輕蝕 左邊前績 這個是地理交過的 沖積山跟山腳中 從河流從山上衝下來 衝到了從山上坡度抖流速快 衝到平地之後坡度 坡度突然變小 流速突然變慢 就啪啪把東西就丟下來 就形成了衝擊扇 啪啪的丟下來 會不會分大哥在左邊 小哥在右邊 不會 所以桃圈 很差 沒有什麼桃圈 然後呢 到了出埃口就會形成三角中 好 暫停 我在這裡 第一次寫了沙灘跟沙洲 但是平常考卷上 沙灘跟沙洲 是當作是海洋成績 有沒有 平常的沙灘 考卷上的沙灘跟沙洲 我們把它列在海水 海流的成績物 我在這裡第一次講到它 但是平常考卷上 沙灘跟沙洲 是列在海洋成績物 這是沙灘山跟三角洲 是流水成績的東西 這個地理教過 我們這裡的一個學習重點就是 你要知道什麼景觀是什麼力量的什麼作用造成的 比如說剛才講過的V型骨 流水的向下侵蝕 鵝卵石 流水的搬運 所以一個景觀是什麼力量的什麼作用造成 是我們的一個學習重點 你要記得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我喜歡 來冰川 冰川是什麼東東 冰川就是會動的冰 那為什麼會有冰 積雪成冰 為什麼會動 重力跟擠壓 所以幾個壓力重力 重力跟擠壓的結局 冰川就是會動的冰 為什麼會有冰 積雪成冰 為什麼會動 重力跟擠壓 分錯大陸冰川跟三越冰川 山上的叫三越冰川 名義的叫做大陸冰川 未來還會再說一次 冰川移動很緩慢 每天數公分到數公尺 曾經有人考過一個無聊題目 下列敘述合者正確 冰川移動緩慢 每年數公分到數公尺 錯 每天 超級是六個月 合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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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每天數公分到數公尺 冰川很硬 固體很硬 所以 往前推 像會像個爆刀一樣 把地挖出一塊 就會形成叫做U型 U型 U型 看到一個U了嗎 U型 U型 有一個U型 停 U型 你剛才有個學過個什麼谷 V型俠谷 誰造成你 流水 向下傾斜 現在學個什麼谷 U型谷 誰造成人 冰川 OK 冰川 我曾經想要考U型 劉老師說你不可以考 為什麼不可以考 他就課了沒講 誰到處你課你知道不可以考 學測反正不管課 你們的金測年代反正不管課 他想考啥就考啥 再來 畢科沒教沒關係 畢女會教 你們還沒有學 北歐地理 你們學到北歐地理的時候 會學到北歐地理的特殊 這題叫做小灣 小灣是U型谷 U型谷挖到海邊 海水環境來 這叫做小灣 畢科沒教不重要 畢女有教就可以 你們都是國中 沒差 U型谷 OK U U型谷 冰川 他像爆刀一樣的往前刮過去 所以刮出一個光滑的平面 但是裡面夾帶一些石塊什麼東西 所以會弄出一個痕跡 所以會形成一個光滑但是有刮痕的平面 我幹嘛要講這個 因為我後面要用 因為我後面要用 所以我要跟你講這個 我還講兩三次這個 光滑有刮痕 因為我後面要用 要用到他 這樣 光滑有刮痕的平面 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 我們又要找一個人示範一下 找個帥哥 找個帥哥男朋友 不是你 我還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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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動 我動就好 為什麼要講這個 因為 我這樣抓他的臉 在這樣抓他的臉 你檢查我可以看得到對不對 你檢查到後 我這樣抓 所以 那個刮痕 可以顯示冰川的總向 我會知道 因為他是由南向北 由北向南走 然後就有用處了 然後未來我就有用處了 所以 要光滑 但是有刮痕的平面 腳蜂 我多講的 冰川輕蝕的山蜂 冰川輕蝕的山蜂 是有能有角 有能有角 講得像這樣 他像爆刀一樣 東彈一刀 西彈一刀 喀喀喀喀喀 所以呢 山蜂是有能有角 有能有角 跟楊明山一樣 楊明山是流水輕蝕的 跟滿頭一樣 圓圓的 不一樣 所以冰川輕蝕的山蜂 跟流水輕蝕的山蜂是不一樣的 是角蜂 請問有人有問題了嗎 沒有 冰川的成績 冰川很硬 固體 東西扎掉下來 通通往前搬 一公尊的大石頭 一顆細蝦子 全部都可以往前搬 翻翻翻翻翻 翻到了冰川的前緣 冰川開始融化 融化成 涓涓細流 它幾乎什麼都帶不走 所以全部趴吃就全部都丟下來 要冰川全部叫做冰起司 趴吃全部丟下來 會不會有逃選 不會 當初是大小顆全部往前帶 現在全部丟下來 所以淘悬 很差 所以淘悬 淘悬是誰 冰川 會不會分大哥小哥分開 一層一層的 不會 所以沒有成績 不要冰起司 這個字念起 請你不要念成冰基石 你念成冰基石 老師就會有人給我寫 基睦的基 或者成績的基 冰起司 冰川成績力 叫做冰起司 淘悬很差 沒有成績 OK 有問題嗎 沒有 沒有 沒有問題